就想爱着你这句话有时候听起来蛮可爱的 但实际发生的时候可能不那么可爱 就像是在学生时期 很多人遇到了分组报告专案报告 他们的任务不是去完成任务 而是去找到其他人能够帮他解决任务 那这种人也会出现在感情关系里面 有些人一进到关系之后就想爱着其他人 那为什么会有些人愿意让他们爱着 然后谈一想恋爱 中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过程 我今天就想聊这件事 我想要先很简单的把感情关系里面分成两边 分别叫做依赖者 另外一边是拯救者 那依赖者他们的核心目标 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够让他们靠的人 他们才方便把自己的问题都丢给对方来解决 那拯救者的核心目标就是比较需要去想一下 他们的目标就想要找到自己的价值在哪边 我们今天从最一开始来讲 当这两个人今天走在一块的时候 依赖者真的只能够用奋不顾身来去形容他们 他们会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生活 跟对方的生活贴合在一块 就像是他们可能会搬进拯救者的家中 空间上他们绑在一块了 还有很多生活决定 像是我该不该换到那家公司 连这种问题他们都会交给对方来解决 那对于依赖者来讲 今天可以找到一个人让他们靠爱 真的是太棒了 因为这对于一个依赖者来说 这跟他们在原生家庭里面 跟他们父母亲的关系非常的接近 因为在很多情况之下 这些依赖者的原生家庭里面的父母亲们 都有过度干涉的情况 就例如说他的爸爸可能会过度干涉他的决定 例如说要读哪个学校选什么科系 可以去哪个国家看谁的YouTube频道 那他的妈妈可能就会有过度保护的问题 就像是大家都知道的直升级父母亲 例如说他的妈妈 可能都不让他们家的孩子去打工 因为他的妈妈担心你会被老板欺负 被同事霸凌等等的 所以一直以来呢 他的人生成长过程当中 都有他的妈妈 帮他先确定好这条路 完全没有阻碍之后 才会带着他一起上路 那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 他们未来就比较难去做决定 因为他们在小时候没有学会 那他们也总是想要赖着别人 就像是别人会帮他解决任何事情一样 那讲到依赖者 他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就是他们会过分在意对方的一举跟一动 好比最最最最常见的一毒 一毒不是不悔 只是晚点回而已 这样就不行了 依赖者 他们会超级放大对方的任何不对劲 就像是今天可能另外一半 他的回家时间比较晚一点 还是说为什么周末那一天 他并不打算带着他一起出门呢 发生什么问题了 这些事情都会变成吵架的原因 那本质上来讲 并不是这些依赖者 他们就是比较神经质之类的 而是因为 他把自己的自我价值感 压在这段关系的好跟坏之上 所以我想要先说一下 到底什么是自我价值感 自我价值感这个东西 我们从出生到现在 每时每刻都在建立当中 包括你可能是国中史的数学小老师 你可能是高中热武社的社长 这些东西会渐渐的融合成 你认为你的价值在哪边 但是这些依赖者 他们的自我价值感比较飘一点 这个飘的原因 可能源自于他们的照顾者 因为很多家庭里面的爸爸妈妈 他们会将自己的孩子 当作是自己的延伸 他们有将孩子当作是一个独立个体 所以当他的孩子今天表现不好 可能被笑啊 或者说被老师嫌弃之类的 这些大人很容易也感觉到 我自己也有受挫的感觉 因而他会加注很多压力给孩子 例如说可能在东方社会 更常见的辱骂 或者说批评方式 他们想要借这些方式 去激发小孩子的潜力 但通常会先进一步的 先打烊这些孩子的信心 再来还有更严重的 很多父母亲会把小朋友 当作是自己梦想的完成者 就像是可能这个爸爸妈妈 他们在年轻时候 因为有经济的问题 所以没办法出国去读硕士 因而当他们变成父母亲之后 就会用各种方式 让他的孩子去帮他完成梦想 所以在这种环境长大的人 他们的价值感 并不是来自于 完成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 也就是说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 而是他们尽全力的 去满足父母亲的期待 得到赞赏之后 他们认为自己很有价值 也就是说 他们的自我价值感 是建立在他人身上的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很飘 因为其他人的感受 是我们无法掌握的 后来呢 这些人离开了原生家庭之后 原本他们获得 自我价值感的来源就不见了 所以等到他们 今天进到亲密关系里面 他们像是找到一个新的归属 他们今天可以再次的 将自己的自我价值 放在对方身上 所以才会出现刚才所讲到的 他们会很在乎关系当中的 对方的一举一动 他们都放得很大 再加上 对方今天有给我赞美吗 有给我肯定吗 因为这一些 都跟他的自我价值感 绑在一块了 那以上这些就是依赖者 接着我们可以谈一下拯救者 拯救者何必呢 为什么拯救者 今天愿意跟这些依赖者 在一起交往 一起生活 其实追根究底来看 拯救者的问题 也是自我价值感的问题 只是说 他们的自我价值感 是卡在 我需要被重视的这件事 那当今天一个拯救者 跟依赖者开始交往的时候 依赖者会把自己的 很多问题给拿出来 请对方一起帮忙 而这个时候 拯救者就会使出浑身血树 来帮忙解决 那这个过程当中 会让他自己感觉到 我好被需要我 也就是说 我的存在非常有价值 这也是他们能够 一直走下去的原因 因为拯救者 能够藉由这种 不断付出 然后得到被重视 被崇拜的感觉 那当然除了这种 心理上的满足之外 还有其他的企图 例如说 信誉上的满足 甚至在某些情况之下 还包括了财务上的好处 那这两个人 他们就是各自在关系当中 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甚至好一些互补的感觉 就是依赖者 今天提出问题 让拯救者去做 拯救者因此觉得 自己很有价值 而依赖者 也能够顺势找到一个 可以去依赴的对象 所以他们两个人 可以一直走下去 那这个情况 可能在交往初期 可以撑得下去 但是走到了后面 可能几年之后 这种互相干涉太多 影响太多的关系 就会渐渐的出现状况 就例如说 依赖者可能会因为 自己花了大把大把时间 都在对方身上 他把全部时间 都压在这段关系里面了 以至于他可能没有时间 去维系老朋友之间的关系 他本来的兴趣跟嗜好 也都放弃了 这让他周末 根本没有事情可以干 于是只能够赖着拯救者 但是拯救者 也会想要有自己的时间 他不想要去到哪边 都带着另外一个人 这时候 依赖者可能就会碰他一句 我为了这段关系 放弃了其他关系 结果你现在带我出门 就在那边该 你是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吵架的一大主因 或者说 过度的紧迫盯人 也很痛苦 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 每时每刻都秒读秒回 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之下 是依赖者 把他的经济问题 丢给了拯救者 那这个拯救者 可能在前一两年的时候 他认为他可以支撑 但是过了三四年之后 他如果看见另外一半 他还是没有办法 稳定地赚取收入时 可能会真的觉得 对方很不上进 所以来到这 我可以用一个很棒的话 来当一个转折点 就是 互相依赖 并不是关系里的唯一答案 这句话呢 不只是要给那种 过度依赖的关系 一个新的选项 对我来说 简直是一个当头棒喝 因为我不得不说 可能是我看了太多 MVP情人 或者说王子变青蛙 我过去也会认为 互相依赖的关系 不是很正常吗 甚至我会认为 那是一种互相信任的结果 但是我整理了以上内容之后 然后我也开始想 其实我不过是把自己的自我价值 移植到 被需要 移植到这段关系的好跟坏之上而已 也是我后面想跟大家谈一下 我们可以怎么做 一开始我们可以想一下 在这段感情开始之前 你的生活长什么样子 你周末会做哪些事 你会跟哪些朋友出门 问自己这个问题 他的目的 是想要让自己知道一下 我在没有对方之前 我就是一个能够好好过日子的人了 只是因为我现在太过依赖这段关系 所以我才会忘记 我本来就可以做到 于是你可能就会想到 你之前特别喜欢在假日时去爬山 你甚至还加入了几个爬山的群组 只是因为谈了这段关系 所以你可能很久没有跟这些人联络 没有去参与他们的活动 我知道这个时候 要你忽然像个没事人一样 去跟他们打招呼 加入他们 这个会很尴尬 也很难做到 我今天不想要提供一个打高空的方式 所以我提供一个小技巧 它叫做轻推 这个技巧 它的重点就是要够轻 因为就像是一个原本 他三餐都要吃米饭的人 你现在忽然告诉他说 你要开始生同已知 这样子的剧烈改变 通常不会维持太久 我认为我们可以轻轻的慢慢的 这样子比较持久一点 所以我们回到爬山的例子当中 你不必一下子 就希望自己可以重拾兴趣 但你可以有点小进展 就例如说你可以约一个 你之前在群组里面 比较要好的朋友 找他一起来吃烧烤 跟他聊一下近况 最起码你跟之前的生活 产生出一点交集了 这个时候 这个改变可能还不会看见 但是你可以再轻轻的退下自己 你可以多跟他吃几次饭 你可以在平时发发讯息 跟他聊一下屁话 但等到某一次 当他提到最近有一个短程的爬山行程时 你就可以问一下他 你可不可以加一 这个清退的技巧 会让这一切看起来简单一点 但累积出来的改变也是很大的 另外一个技巧是 我们可以去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 我之前曾经听过一段话 他说到 看一个人如何使用时间 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 我非常喜欢这段话 因为我觉得 一个人使用时间的方式 是他的原因 也是他的结果 就例如说今天有一个人 他知道运动的重要性 所以他每周运动三次 就安排在他的日程里面 然后久而久之 因为他有这个习惯 这让他可以保有一个 还不错的身体状况 所以到了中年之后 他不用时不时就跑医院 他可以把多出来的时间 拿去出国 去秘乳走走 或者说参加更多小孩子的活动 最简单来看的话 安排运动时间是原因 那这个原因 让他可以不必把时间 花在去看医生 去跑医院 而是去参加更多活动 所以拿一对 有过度依赖的伴侣来说 如果你们过去除了下班之外 剩下的时间几乎都腻在一块 现在可以把这个比例调降一点 你可以让自己在一周之内 有一天要自己打理 这件事情 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很慌 你也不晓得 该怎么去利用这些时间 你可能会找一些 杀时间的活动来去度过 但这种没有事情做的感觉 才会让你想起过去的嗜好 就例如说 你可能就去报名了 你过去就非常感兴趣的绘画班 你每周来一天 画出一点兴趣来了 而且在这边认识了几个 有相同嗜好兴趣的朋友们 那先不管这件事情 有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好处 它最少都可以让我们 把自己的自我价值感 从关系当中挪出来一点 我们不再是把关系的好跟坏 或者说今天另外一半 是不是很需要我这件事情 当作 我有没有价值的唯一标准 现在你可能是爬山社群当中主办人 或者说你今天因为上了这个绘画班 认识了另外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刚好帮你牵线到一个设计公司里面 现在起 你的自我价值感可能来自于工作 兴趣 也可能来自于关系当中 你的分布更加多元了 这样子下来 我不是说对于另外一半 我们就要不管不顾了 只是说我们会有更高的机会 可以退后一步想一下 到底这段关系它代表什么意义 就例如说你可能会想到 虽然我跟另外一半之间是伴侣关系没有错 但他也是个独立个体 他会有自己的兴趣 跟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朋友 我为什么非得要赖着他呢 或者说拯救者可能会想到 会不会就是因为我每次 都帮对方完成这些事情 所以才让他永远学不会这些事情 我会不会是那个导致他学不会的人 这些事情可能都是我们在退后一步之后 才会想到的 那也可以慢慢的向一个境界靠拢 就是说互为依赖 并不是关系里的唯一答案这句话 所以来到这 就来到我的结语 我今天结语想要谈的东西 也是跟自我价值感有关 只是说它不只适用于恋爱关系里面 我说一下 我一直以来都知道 我是一个自我价值感偏低的人 就像是我之前在测那个依附理论的时候 我测出来就是一个焦虑型的人 虽然说这件事情在某些层面上 可能代表我的心态没有那么健康 但我不觉得怎么样 毕竟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 但是这一份自我价值感偏低 也的确造成我不小的影响 像是我可以讲一个 听起来有点难理解的行为 就是我会认为说 我应该要为身边的人提供些什么东西 那我才是有价值的 就像是我可能跟一个比较少见的朋友见面之前 我就会想一下 我手边有什么东西 可以当成礼物送给对方的吗 或者说在讨论要吃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会尽可能的顺从对方的意愿 尽管我今天超想吃那个便宜有好吃的汉堡 那会这样做就是我认为 我要嘛当一个好好先生 这样子大家才会觉得 我超好说话才有价值 或者说直接提供礼物给对方 让对方感谢我 我并不晓得其他人 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之后 我觉得这个想法 源自于我的自我价值感偏低这件事 那在《依赖陷阱》这本书当中 提掉一个概念 他说道 假设我们今天是植物的话 我们应该要欣赏自己这株植物 本身的样子 而不是等到它开花时才值得欣赏 简单一点来理解 就是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后来呢 我就把这个概念 讲给我那些比较高自我价值感的朋友听 他们听完之后就认为说 啊这不是本来就这样子吗 但是对我来讲 还是有一段长长的路要去学习 最后最后我想讲一下 当我们今天遇到自我价值感 掉下去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是心中跟别人比较 然后比输了 或者说我自己一件事情又坚持不下去 这时候我们可以想一下 你有没有完成过某一件事情 大家都认为很难的 但是你却完成了 你可以想一两个放在心中 当你自我价值感掉下去的时候 就可以拿出来想一下 这会让你知道 你只是在这件事情上 还没有准备好而已 但是你在其他事件上 曾经有成功的经历 就像是我可能对于某件事情 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会有点丧气 但是我可能就会想到 我已经坚持晨跑五六年了 或者说可能某件事情 我表现得比较不理想时 我就会想到 我在国小国中时 曾经手动练天堂 练到四十九等 是不是很了不起 我是Vincent 我们下次见 拜拜